自在2020年中共強行實施港版國安法後 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 再迎來新一波移民潮 英國自在2021年初實施BNO簽證 其後宣布將會撥款超過4300萬英鎊 向抵英的港人提供支援 英國置業成為香港人關心的議題之一 英國政府最近推出新政策 協助首次置業人士上車 對港人而言或是一帶好消息 根據英國媒體《衛報》報導 英國住房部長鄭偉琦Robert Jenick 為幫助市民首次置業 在6月11日將推出一條名為 《第一家園》的新政策 首次置業者有機會獲得最多5折的優惠 首個《第一家園》計劃樓盤 位於東密德蘭保索夫 將以市價7折到5折發售 當局計劃未來每年供應約1萬家樓盤 預首次置業人士 英國住房、社區和地方政府部門 在5月24日公布相關計劃 分為7個部份當地市政廳可以利用本地聯繫測試 來優先為護士、教師、工人、退伍軍人等人士提供樓盤購買權 《第一家園》計劃預計將於在6月28日在英格蘭正式展開 計劃要求參與該計劃的人士要符合以下條件 首先必須為首次置業人士 不論個人、夫婦或家庭在購買年度前的納稅年度內 合計年總收入必須低於8萬英鎊 倫敦地區為9萬英鎊 如果無需銀行按揭 即是可以存額購買人士 不可以申請相關優惠 另外 負責協助港人融入當地社會的國務大臣 格林哈爾藍爵 在6月8日宣布將在7月中旬前 成立名為《歡迎港人站的支援站》 涉及款項為510萬英鎊 約5500萬港元 相關中心將會聯同社會各公民團體 共同協助港人融入社區